今年夏天,黄马穿旗球星C罗宣布转会,加盟了油文图丝。 这对于黄马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,因为黄马的主要依靠,就是C罗和其达内的玄学指导。 C罗离开之后,黄马的总体实力虽然还是很强劲,依然是一支顶级球队,但是最近的黄马,处境却是十分糟糕,油文图丝却一片喜气洋洋。 黄马课唱又输了,C罗却又进球了,意大意被C罗踢的笔划脚还无聊。 根据最新消息,在北京时间10月7日的凌晨,早前结束的一场西甲联赛中,黄甲马德里课唱挑战阿拉韦斯,最终灵笔一输给了阿拉韦斯。 这是黄马又一次爆冷输球,而且算上这一次,黄马已经连续四额不胜,并且黄马又创造了一个失入记录。 黄马上一次输给阿拉韦斯,还是在31年前,这边黄马课唱又输球,另一边有文图丝这形式一片大好,因为C罗又进球了。 北京时间的10月7日凌晨,200118到19世纪,一甲联赛第八轮继续进行,尤文图丝课唱战胜乌迪内斯。 本场比赛,C罗再次取得一粒直奔关键的进球,为球队锁定升举利小汉马功劳,也让自己的一甲进球数来到了四粒,赞排一甲射手榜第六位。 但是这些,已经不用多说了,因为C罗的进球简直不要太多,个人数据对于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 而最直观的是,C罗加盟尤文图丝之后,一甲联赛已经被C罗踢得比把甲还无聊了,仅仅踢了八轮,尤文图丝的领先优势已经达到了九分,过去几个赛季能够威胁尤文图丝的罗马。 这个赛季已经完全无法和拥有C罗的游王抗衡了,黄马客场又输球,C罗却又进球,并且还将一甲踢的比把甲还无聊。 可见C罗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球星,只是可惜了黄马,如今恐怕后悔也来不及了。 感谢观看